你现在在说听的是日本大特搜 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 我是Kiss研究生 今天是2024年领和6年的10月16号 星期三 今天我们是要来聊昭和特辑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真的是蛮有趣的 因为你知道昭和一开始 我们在聊的时候 还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些 在日本的比较经济文化的事情 可能大家都比较陌生一点 最起码对我来讲 我觉得还蛮陌生的 所以我每一集在做准备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一种 我现在好像在看一些什么历史书籍 去了解一些过去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们昭和特辑 也做了大概有一年了 所以呢就是会有一种读历史的感觉 但是慢慢慢慢的 你看今年今天 我们已经要做到了昭和54年了 我从大概从昭和40几年开始 大概进入50年左右 就会陆陆续续呢 都会有听众 就在IG就回我说 已经讲到了我出生的年代 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已经慢慢开始 有放榜的感觉 已经开始介绍到出生的那一年的感觉 我自己呢 在做到大概50年左右的时候呢 会真的是开始越来越有感 因为就会开始有一种感觉说 现在在讲的这些事情 好像离现在蛮近的 而且对于现在的影响 其实还存在 你看昭和54年到现在 其实大概差不多50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等于已经进入到最近50年 日本所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今天 我今天在做昭和54年的时候 我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 想说哇塞 这一年我到底要聊什么 有太多东西可以聊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很多都已经影响到现在 而且呢 很容易就可以延伸到说 原来现在社会 有这么多是受到当时的影响 甚至我还觉得里面有一些题目 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集 不需要用讲历史的方式 不知道大家对于50年前 所发生的事情 到底是用一种历史的概念 在看它呢 还是用一种 现在的经济文化的 发想的角度去看它呢 那在听我节目的人 如果你是比方说 二三十岁的话 其实也就是你出生前 二三十年左右的事情 这种一年一年讲下来 讲到后面呢 已经开始越来越接近 大家的生活 这某种程度对我来讲 也算是一种乐趣啦 最主要原因是我当初 一开始在做 昭和特辑的时候 就是真的很想要 透过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机会 自己可以多了解一下日本喔 尤其是昭和的这一段年代呢 在过去的这几年啊 在日本呢 算是有一种复古潮 包括我记得这一期的 哪一本杂志 也还在聊昭和喔 所以也随着昭和的 一集一集聊下来之后 我现在在看东京的角度 已经不太一样了 我已经可以走到 比方说吃茶店里面 然后看一下东京之后 就觉得喔 这一个好像我之前 在做节目的时候 有聊过他喔 不知道大家在听 昭和特辑的这几十集当中 是不是也有 跟我一样的想法 就是再来一次日本的时候 你去看到一些 比较旧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临近一闪 对 这个好像是在 那个日本大特辑里面 哪里提到过的 然后很有感觉的 可以再进去里面走一招 然后你可以更顺利的呢 不能说更顺利啦 应该说更有感触的 去看待这些老东西喔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好啦 今天我们来进入到的是 1979年昭和54年 1979年昭和54年 我在看这些史料的时候 我在想说 要从哪里开始 既然我的昵称是研究生 我们就来聊聊 日本第一次实施的 大学共通学历试验 也就是所谓的 共通一次试验 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呢 有一点点像是 台湾以前的联考制度 又或者是说呢 后来喔 有一些学策的制度喔 1979年耶 台湾的联考其实比这个 还要再更早发生喔 我先稍微科普一下 在日本的考试呢 在国立大学的考试 跟私立大学的考试 其实是分开来的喔 所以私立大学考私立大学的 国立大学考国立大学的 那我们这边在聊的 这一个共通试验呢 基本上喔 还是以国立大学为主喔 那在那之前呢 其实很多学生 在大学入学考试里面 其实压力非常重 他们叫做考试地域 所以他们就想要引进一个 更公平的大学入学的选拔制度 他的目的是呢 让所有的国立大学 以及产业医科大学 用统一的成绩标准喔 你可以不用去 做一些太艰难的考题 或者是太困难的考题 可以让大学入学考试呢 能够有更公平的方式 那这一个一次式的试验呢 一共有五个科目喔 大家可能听了会觉得很熟悉喔 国语数学 理科 社会 外语喔 那一共有七个子项目喔 那所有的学生呢 基本上呢 他要从理科跟社会里面 有两科 作为考试的科目 所以总分是1000分 每科200分 那理科跟社会的选择科目呢 是每科120分喔 我觉得这个制度呢 其实到现在喔 还是很多人都会讨论它喔 因为呢 考生呢 他只能够选择一所 国立公立大学 或是产业医科大学 作为志愿 并且在参加 共通一次试验之后呢 去参加那一个大学的一次考试喔 这样可以让学生 更谨慎的选择报考的大学 避免过度的竞争 但是啊 这个实施之后 还是有很多的回想跟争议喔 这么说吧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 这一个 当初实施的这个制度呢 其实加深了大学排名的困难 其实加深了呢 大学的排名这件事情喔 因为每一个考生 他只能够报考一所大学 所以补习班呢 跟教育机构就开始收集 各个大学的入学资料 所以这个大学的排名啊 就更加剧了 大家就非常重视这个大学排名 跟偏差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偏差值喔 是日本呢 他们在一些补习班里面 去计算说 每一个学校的考试难易度的问题 那这样子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 因为啊 一开始呢 考生只能够选择一所大学 那后来改革之后呢 考生可以报考比较多的大学喔 可能是两三个喔 所以主要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一次试验大家一起考 但是二次试验啊 很多学校都会把它放在同一天来考试 所以导致呢 你第一次考完的时候考第二次 然后很多学校都放在同一天考试嘛 你就只能报考那一所 很多都不能报考了喔 那你落榜怎么办呢 你可能只能念私立大学 或者是第二年再来重考喔 所以这一个制度啊 其实一直以来啊 你如果常看电视的话 你都会看到不时的不时的 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一次喔 不过这个在当时啊 也算是他们入学考试制度改革的 非常重要的一步 后来他们也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考试出现喔 比方说他们后来有大学入试的 Saint-Tashican 或者是呢 还有大学入试的共同考试之类的 但无论如何 这些考试最一开始的原型 都是在昭和54年 1979年开始发生的 这一年呢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流行 是乌龙茶喔 乌龙茶呢 它本来在日本是一个 非常小众的饮品 在这一年开始啊 变成全国热潮的热门饮料 如果你现在来日本玩 你去这个便利商店看的话 里面超级多乌龙茶 那乌龙茶它最一开始的起源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那个时候啊 因为马关条约之后嘛 那个时候呢 台湾是日本的统治时期 所以才有这个所谓乌龙茶的存在 那这乌龙茶其实你看 就从台湾就这样到了日本来喔 一直到后来的大正时期啊 其实东京的营作地区 已经有很多 以乌龙茶为主的吃茶店 但还是一个小众饮品喔 但到了昭和的50年代左右 乌龙茶它开始慢慢的 在日本广泛流行 因为媒体就会跟她说你可以瘦身啊 美容啊有各式功耀的功效 尤其是呢 我们在上一集聊到的这个 Pink Lady喔 粉红淑女呢 她很多次都在公开场合 聊到了乌龙茶的好处 甚至啊 她还在呢 一个电视节目里面 带着铁冠衣乌龙茶的包装喔 所以呢 又在大众之中又有一个更新的形象 这种名人代言的乌龙茶风潮 就吸引了很多年轻女性 所以啊 一直到这一年 1979年的时候 日本乌龙茶的进口量 从原本的两顿变成了280顿 当然不是一年之间变啦 就慢慢慢慢的呢 从一开始一点点 然后增加了到100倍左右 非常的惊人喔 在那个时候 大部分大家都还是以喝热的乌龙茶为主 需要冲泡那些茶叶 所以呢 这个喝法事实上是有点影响到了乌龙茶的普及 就在这一年 招合54年 伊藤元呢 她签了一个代理合约之后呢 她在隔年的隔年 1981年 推出了全球第一款的灌装乌龙茶 灌装乌龙茶推出之后 哇 你是不是很方便就可以买来喝了呢 所以伊藤元她非常成功的呢 就用这种灌装乌龙茶去搭配着 你可以配油腻的料理 口感清爽不腻口 这种市场定位 让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如果我要去吃日本的炸物 拉面 这种比较油的东西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来配乌龙茶呢 从此之后 乌龙茶就成为了日本非常重要的一瓶饮料啦 当然这一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有关心日本音乐的话 你应该会觉得这一年啊 真的是一个音乐的转类点喔 招合54年 1979年 Sony他推出了第一款随身厅的Walkman 有人还记得这一个Walkman这一个词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买的第一台CD随身厅 还叫做Walkman 然后后来呢 我买的那个MD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MD 也是Walkman喔 这个Walkman啊 W-A-L-K-M-A-N 我现在是用英文的发音去念它 其实这一个词汇就是被造出来的啦 并不是真的有一个走路的男人喔 就是那一台随身厅喔 所以随身厅在那一个年代 它就叫做Walkman 它就是一个Marketing的名词 它彻彻底底的改变人 听音乐的习惯 甚至呢 让日本成为全球音乐文化 一个起始点的象征 事实上在招合50年代 我们在前几集聊了非常多 关于音乐的发展 那日本呢 经济蓬勃发展嘛 所以立体声的录音机 跟卡带的录音机呢 就慢慢进入到了 家庭跟汽车的市场 但是那个时候的音乐播放器 就是说不是那种 放在汽车 或是家里面的播放器 而是比较方便携带的 都还是停留在单声道 那单声道呢 它可能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讲啊 你想要高音质立体声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足够哦 那个时候Sony的副社长 他就注意到了这件事情哦 他就决定要来开发一个 小巧轻便 可以随身携带的音乐播放器 但在当时呢 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工程师 他必须要去克服 如何在一个非常小的装置里面 实现高音质的立体声播放 所以不断不断的研发之后呢 最后这一款啊 定价呢 是33000块钱日币卖出来 这个价钱在当时 之所以会在第一款 就定出这种低价哦 以现在来讲 你可能会觉得蛮贵的 但在当时来讲呢 应该还算是低价 因为你传统的音乐 或是你新开发的一个科技产品 总是卖很贵嘛 那这个价格呢 基本上就是要针对年轻人的市场 我记得呢 我那个时候看到 比较高阶的M3MD随身听 大概就是这个价钱 那比较低阶的 可能1万多块钱就有哦 所以大概3万多块钱 这个价格啊 从当时 昭和54年定价之后 一直到现在 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价格的 感觉都差不多 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 在用随身听了啦 好 那这个Women的成功呢 除了产品设计之外呢 它最主要 也是搭配着 人的音乐体验 它当时啊 它抛弃了 传统的产品发布会 它在戴戴木公园 举办了一场体验活动 让所有的媒体记者 都可以来这边试试看说 这个产品可以带给你的 那种自由的感觉 因为你就可以 边走边听 出去也能听 不用在车上听 也不用在家里面听 而在这一年 它推出了第一款的 我肯定叫做TPSL2 一个月就卖了3000台 接下来的第二个月 首批生产的3万台 就全部都卖完了 不只在日本取得巨大的成功 后来也在海外市场 到处都在卖 仔细想想 现在后来的各种变迁 像iPad啦 iPhone啦 各式各样的 你要去找到 它最一开始的原型 应该都是从这边来的吧 这一年还有一个 讲到音乐 就来聊一聊这一年啊 走红的三首音乐歌曲吧 我觉得要说 走红的三首音乐歌曲呢 它跟这个随身听 有没有关系呢 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是发生在这一年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趣的 因为这三首歌 你应该都有听过 第一首歌呢 我想要聊的是一个YMCA 是西城秀术的版本 YMCA这首歌呢 其实在前一年 早上53年 美国乐团所发行出来的 一首单曲 但是后来在西城秀术翻唱之后呢 它把它重新命名叫做 Young Man YMCA 做了很多日文的 本土化的改编 但是呢 它还是有用这些旋律 西城秀术 它把歌曲的旋律 变成简单易学的舞蹈动作 然后这些动作啊 就迅速的风靡日本 尤其是YMCA这四个首饰舞啊 这个标示动作啊 让很多人喔 现在可能你都会知道说 要怎么去跳喔 有趣的事情是这样 原版的YMCA呢 其实跟美国当时的 统治文化是有关的 但是在日本的社会当中 并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宣传 反而呢 在日本 大家听到YMCA这首歌呢 大家会觉得 就是一个轻快的旋律 跟热闹的氛围 这首歌在日本的Oricon 后来在洋乐 就是西洋歌曲的排行榜上面 连续十周的畅销榜首 销售超过了80万张 而西城秀术的版本呢 也是当年非常畅销的单曲 这一个成功呢 其实让很多的体育赛事里面呢 或是庆典活动 都会再度的出现 像北海道的火腿斗士队 在比赛期间也会播放YMCA 在当时跟大家一起来跳舞 而这一次的翻唱成功 也开始让很多日本的歌手 开始尝试着翻唱 各式各样外国的歌曲 再来第二个想要聊的呢 是心爱的爱丽 Itoshino Eli 这个是南方之心的歌 在当年呢 其实我们才聊到 前几年在红City Pop嘛 然后又红了一些呢 这种跳舞的歌 在那个时候啊 抒情摇滚的歌曲 其实是相当的少见 它当时呢 搭配着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然后大家知道 南方之心呢 它之前的歌呢 很多都是搞笑风格 但这首歌不一样 这首歌呢 是有一种爱情的歌曲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耳目一新 哇 原来南方之心唱情歌 现在仔细想想 后来的桑田佳佑跟南方之心 其实唱了超级多的情歌吧 而那个时候的A里这一个人 心爱的爱丽 到底是谁呢 很多人都在猜说 会不会是桑田佳佑的姐姐呢 还是未婚妻呢 这些故事啊 在当时呢 流传到各地 成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符号 大家都在想说 这么神秘 到底里面的这一个 A里是谁呢 不过当时呢 并没有马上登上 单曲的排行榜冠军 不过这首歌的单曲 也销售了70万张 是南方之心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这也是他第一次登上 NHK红白歌合战的歌曲 一直到现在 你如果去唱日本的卡拉OK 你去刷一下那一个记录 你会发现 还是很多的日本人 会唱这首歌 再来第三首歌呢 叫做《关白宣言》 是由沙达雅佳佑所创作的 《关白宣言》这一首歌啊 其实你如果硬要把它翻成中文啊 就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宣言 哇 在那一个年代 我每一次看那个歌词 我想说 天啊 这个歌词不会被骂吗 里面其实是非常有 里面呢 其实是非常幽默的 以一种男性的主导的观念呢 去描述男生在婚姻里面的角色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氛围 但是呢 这里面就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嘛 所以这首歌啊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争议 得到了很多男生的支持 但是得到了非常多女生的批评 里面的大男人主义的观点呢 有很多性别的挑战 去讨论说 女生她应该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的媳妇 结果这首歌啊 销售突破了100万张 成为了Satamasashi最畅销的单曲 后来呢 他也获得了第21回的日本唱片大掌 然后还把这首歌改变成了电影 这首歌在当时的社会上面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不但的引发了所谓性别平等的讨论 然后你知道大家骂完之后 他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他再写了一首歌叫做 官白施角 就是大男人主义施角 施角就是有一点点劣势 就是被大家批评的意思 他反而去写这首歌说 男生在婚姻里面也是有一些弱势的地位 成为了歌曲的反奉之作 这样子的一种歌曲的唱法呢 在当时叫做answer song answer song 回答歌曲 就是我出了一首歌 大家给我一个反应之后 我再写一首歌来回应大家 在那一个年代 他出了这一种所谓的回答歌曲之后呢 其实啊流行了好一阵子 那个时候还蛮多歌 都会有一种丢出去之后得到回响 那我再来回应这首歌 再写一首歌 非常的有趣 那这首歌 不管当时他在创作的时候 是用一种反复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呢 还是说呢 他真的真心觉得是大男人主义 然后被骂了之后 他再出来说 其实男生也是很弱势的 不管是怎么样 他的的确确在当时 引发了非常大的性别平等的讨论 让大家重新去思考 女生在婚姻里面的角色 男生在婚姻里面的角色 所以这三首歌 从YMCA 《Yetoshino Ellie》 《心爱的爱丽》 以及《观白宣言》 他们除了在音乐圈上面来讲 有很大的影响之外呢 其实在整个文化上面来讲 或者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讲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再来最后 我想要来聊一款游戏 这款游戏呢 是经典的街机游戏 《太空侵略者》 这个《太空侵略者》呢 是日本游戏文化 跟社会的现象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前一年1978年 召合53年 推出之后的隔一年的1979年 就是忽然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浪潮 其实《太空侵略者》 它原本的命名不叫做《太空侵略者》 它原本是叫做 Galaxy Monster 或者叫Space Monster 后来在发行的前两个月 高层决定改它一个名字 叫做Space Invader 这个Space Invader 以去迎合国际市场的需求 其实在一开始这个命名呢 开发者西角友红 他非常的不满意 不过后来最终证明了 这一个紧接的名称啊 也算是游戏成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一开始呢 西角友红他要设计的时候呢 公司内部觉得说 真的要设计这种游戏吗 里面是由敌人在攻击玩家耶 这也太跟以前制作的游戏 太不一样了吧 而且很多资深员工呢 都觉得这游戏太难了 这么难这样子大家愿意玩吗 结果后来啊 最后证明了这一个挑战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哦 刚推出的时候 他们其实对他完全不抱期待 甚至认为呢 当时还有另外一款游戏 叫做Blue Shark 会更受欢迎 但是啊 太空侵略者 因为他的挑战性 跟独特的玩法 吸引了大量的玩家 这一公司呢 只好赶快扩大生产 越做越多 那其中里面呢 有一个玩家之间 叫做名古屋设计 利用游戏的漏洞 你可以去玩出比较高分 有点在踩bug吧 这种玩游戏去找bug这件事情 应该是所有玩家 都很喜欢做的事情 但这个bug找出来之后呢 其实开发者啊 他们一开始非常的惊讶 哦原来可以这样啊 但后来呢 变成玩家之间呢 大家去讨论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 这个技巧加深了 这个游戏的深度跟挑战性 是不是还蛮有趣的哦 当时里面的音效呢 的灵感是来自于 电影大白鲨的主题曲 他们一开始觉得 这个音效好吗 但是结果最后啊 大家都觉得这个音效 造成了游戏 非常紧张的感觉哦 在这之后啊 因为游戏非常流行嘛 所以日本呢 就开始出现了 更多更多 专门里面只放 太空侵略者基台的游乐场 有的那种电玩游乐场啊 里面就放十几台机器而已 然后全部都是太空侵略者 然后还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实在太流行了 导致啊 100元的硬币 严重的短缺 日本银行只好赶快 蒸发硬币哦 发行量呢 甚至一度达到了 原来的三倍 有人认为呢 这种爆红的现象 它激发了社会 对于电子游戏的广泛讨论 觉得这是一种 释放压力的好方式 但也有人会担心哦 它会造成游戏成瘾 跟青少年的行为问题 这里面对于日本 一个非常传统的游戏机台 Pachinko 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这太红了 所以Pachinko就很担心 说这种弹珠店 Pachinko 会失去更多的客人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尝试 把Pachinko里面 放了各式各样 游戏的元素进去 你现在如果在日本 看到那种Pachinko 它已经不是你想象中 以前那种打那种小钢珠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游戏 在这里面哦 这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受到的影响 后来这种 由敌人主动攻击的 这种游戏呢 也大大的影响了 日本后来的游戏发展 不过呢 这些游戏啊 从本来你要去外面的机台玩 慢慢慢慢的 很多人都变成家用机在玩了 好啦 这个是1979年 昭和54年 有没有觉得 聊到昭和54年 很多事情 都已经跟你身边的事情 有关了呢 甚至你也可以感受到 这些所影响到 现在生活的地方 好啦 我们这一集的 日本大招呼就到这边 喜欢这集节目 别忘了推荐给你身边 喜欢日本的朋友哦 我们明天有Taiwan VIBE 周六记得听旅途 我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